自由时报竟然刊出金横委替彭文正说话的文章 彭文正告法官建议申请回避奸巧吗 取得连结 彭文正自从牵涉蔡英文论文门以来 成为绿营公敌及彭席日好友必知唯恐不及的鬼剑仇 但自由时报罕见刊出金横委替彭文正申请法官张勇会回避说话的文章 真不简单 之前彭案法官被换 我的案子两个审计也曾被换七个法官 一审法官连判决事实都写错 这种以时间地点都错误的事实作为判决结果的审理手法竟然被认为是法官审理的核心 台湾司法的奇葩 真的可以征服宇宙 按照道理说 台湾法官是相当重视名誉的 之前张静律师不过为了推动陪审制 说了句陪审制是台湾司法界处使的良方只有5-10%的法官或检察官会收钱 就引起许多法官检察官大份 但后来温茂中的27本笔记本扯出一大堆司法官的世纪丑闻 为何同一批法官不说话呢 面对司法信任度又扑街了 这回要找吴念真 原来 司法信任度攻盘 吴念真发大财 或者 吴念真大慈悲 不受无药可救的台湾司法一毛钱 套行政院长苏贞昌的一句治理名言 常庭兄 转移焦点 也不能改变涉案的事实 司法院 找吴念真 也不能改变汪貌中揭秘台湾司法腐败的事实 我曾经批评彭文正 也不喜欢金恒伟 但看到彭文正被昔日战友背弃背刺 很多人从此形同陌路局接电话 竟然金恒伟还敢在蔡英文绿营的地盘起义 这编辑小小的勇气及金恒伟的义气 值得肯定 Blackjack 2021年4月29日 评论大鱼投书 自由广场金恒伟专栏 彭文正坚巧吗 2021年4月29日5点30分 政治评论者彭文正提出确认蔡英文博士论文不存在之素 地院法官张勇会判决驳回 彭上诉高院 高院以诉讼程序有重大瑕疵为由 发回更审 引发争议的是 案子竟然又回到张勇会手上 且不问严格的正当法律程序 连尝试性的厉害冲突原则都通不过 难怪引发彭文正告法官事件